所以因为耶稣在对义人讲这些话的时候 他们在旁边就听到 他们居然还直接指控神说 我哪有没有做这些事情 你哪时候这样 所以你在说这些 对他来讲说 陌生人说是弟兄 他更不认为 他说他哪是我弟兄 他根本就不是 他跟我又没血缘关系 那有爱的人 他看每个人都是基督 每个人就是他的弟兄 那这就是这个罪 那罪就是疾病 疾病就是没有阿 那我们再来看 罗马书五章十二节 那这一节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一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 那它也是翻错了 翻了不精准 那它就讲到罪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死亡进入了这个人类 那因为死亡所以人类就会犯了罪 那我问你们说 为什么因为死亡人类就容易导致有罪呢 死亡就是以神隔绝 是是与神隔绝 那为什么他会导致他会犯罪呢 以神隔绝 那就没有神 要在他身上 所以就偏离了死亡 我举一些例子可能比较明白 那因为你有了死亡 你会面对你生命就是你会知道你面临死亡的时候 什么人也帮不了你 可能你在求学中在事业中可能会有人帮助你甚至生病的时候你年轻得到一种好的医疗 你都可以对抗这些就是有一些幅度 但是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 不管谁都没有人可以帮助你 你要独自来面对 所以你在你的生命有一些时刻的安排 就好像说我到特定的年龄我要完成某个学业 我要到特定的年龄我要结婚 因为你不结婚的话过了一定的岁月 你可能没办法生育 那你到特定的年龄 你要有特定的事业 因为你没有特定的事业 你可能没办法有所有的积蓄去买那个房子 那因为你没办法买房子的话 因为你年纪越大 你找工作也很忙 所以也比较困难 所以你会把你自己放在首位 你看这个演艺界最明显了 因为他们岁月年华老去 那就整形拉皮一堆整容的事件 浓乳然后其他的事情 为什么 他要延长他的演艺世界 因为他已经面对他的这个年华老去 所以他必须要抓住这个岁月的青春 因为他如果这样子老态的话 在演艺圈他淘汰率非常高 所以他为了竞争 所以他可能会拿你穿帮罩啊 为什么他就为了生存下去 那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 如果一个学校说啊我要给同学讲学经 想象我要给五位 那你大家能说出你有多少优点的话 如果是这样子来讲 那大家一定说哦什么优点你写的越多 那学校说哦哪一个人优点最多 那就给他 那如果改一个方式说 那我们看谁的缺点最最最最少的话 我们就给他讲学经 那大家一定都不讲话 因为谁会曝露自己的缺点啊 那学校说那这样不讲话也不行 那我们改一个方式 你把对方的缺点写出来 那一定会拼命写说别人有什么 有的写一百多那你还是比较少 所以你就会看到你要竞争的时候 你会采取你自己放在首位 因为你面临死亡的时候你会 虽然我们现在还没到那个时候 所以你不会有那种迫切的感觉 但是如果你面对死亡的时候 你知道你独自 你会把自己放在首位 像你工作啊做什么事 人家说哎帮我这个忙 你说不行啊我明天要考试啊 要帮我错过这个时间 我可能还要再重修啊 或者说哎我要升迁的话 如果一个公司升迁 有两个人有很大机会 但是其中一个人升迁 但是你觉得老板不公平 你说我觉得我才能很多 为什么没有升迁我 你就私下跑去跟老板你说 老板我其实很厉害怎样 那个人后背地理做了什么什么事 你其实不知道 那你可能就讲一些 那老板说哦那好我升迁你 那为什么呢 你就把你自己的利益 你帮你的利益放在首位 你帮你的利益放在首位的时候 那时候几乎就是没有害 因为你只负重变成立己主义 那所以会面对到这样子 那原罪就说哎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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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難道我就是殺人犯嗎 你要怎麼解釋 因為我也帶有原罪 這樣太不公平了吧 因為人是有邏輯思想的 你不可能 基督主說 聖經就寫這樣 你還跟我爭 可是你還是要解釋給他聽 你信不信幫你 你應該解釋對不對 如果你不想解釋 這個人說這個教訓不好 對啊 我不幫你對不對 那像我以前去的教會 我問什麼問題 他答不出來 就回答我一個答案 我就聽起來就很不高興 他說 哎呀 你這個不屬靈的人 跟你講 你也聽不懂 以後你就懂了 聖經就這樣子寫 每次都是講這樣子 說你不屬靈啊 你以後就等了 你現在還高興 你不懂 這個人必須要做這個 因為 這裡在羅曼文章 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釋 你怎麼解釋原罪 我不相信說 教會不會講到原罪 他說我怎麼解釋 你們怎麼跟信徒講說原罪是什麼 你真真真祖父他是一個殺人犯 你就是他是強姊犯 你也是 你願意承擔這樣子嗎 你說我沒有強姊任何人 為什麼是我呢 我是一個非常正直的人 他是賊你也是賊 你願意承受這樣子的罪嗎 對 像公平嗎 就什麼 你們覺得呢 我們比較少會跟人家講說 如果你的主 對那我們為什麼 我們會講這麼明 當然我們會講比較白的 讓你們感受 那就是我們承其這個原罪 那人家會說原罪是什麼 你要解釋給阿滴 原罪就是原罪 你不可能這樣子講吧 我們天然人本身就有一些 本性裡面的不良善 那個不良善包括 基督、測食阿 因為就像有的父母會 體會到小子很小的競爭 對我們有因為基督徒 他在每個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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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我們也比較少用這個字 就是原罪這兩個字 我們當時說 我覺得這個經文就寫得非常好啊 就是說 Therefore just as through one man's sin entered the world and then through sin 我覺得這個結論很好 Yes,because all sin This because can you explain to me Why? Because,ok The death entered to Adam,right? How then? Because all sinned How I sinned This because till here Don't see how Ok,till here Yes,everything is ok Except this,not ok How you explain this? Because I say You speak Chinese or Taiwanese Because you are born and this is what you study,right? You don't speak Greek I speak Greek because I am Greek This I understand You can say 因為我身在台灣 我是台灣人 所以我學中文 我會有這樣子的風俗習慣 因為我在這個土地 因為這樣了解 神父他是希臘人 所以他講希臘人 因為這樣的緣故 所以我們了解 可是為什麼亞當是犯什麼罪 因為這樣子 我們所有人就犯罪了 So,shuai chow,ren 如果你們還要分享沒有的話 不然直接講答案比較快 其實我用另外一個比喻 你們就知道 他的父親如果是他殺人 我們並不是殺人犯 我比比較一個 你們非常一下就可以了解 就好像你的真人尊主父 或父母親 他是信不道德 他犯了愛滋病 那他的子女 可能就會有一個 愛滋病代言者 但是不代表他的兒女 就是同性戀或信不道德 但是他會承襲這樣子的疾病 遺傳上有那個基因 對 但是他不是說他的罪行 他遺傳 不是說他偷竊 你就有罪行 對…但是他就好像這個疾病 他不會說 或者是他的父母親可能就是那個 愛滋病 但是愛滋病不一定 一定是這個信不道德 他可能是注射針管 然後他的小孩子 他沒有注射針管輸入不潔淨 可是他也有懶有這樣子的 所以你有懶有這樣子的疾病 就好像這個死亡 可能讓我們變得很軟弱 也許你今天要做一個很有毅力的事情 但是你就很軟弱 就好像愛滋病病原 他不能跟正常的人做同樣的事情 他體力啊什麼方面 他已經就是比較沒有那麼健康了 就是已經不見他的 他是承行這個罪性 不是罪行 所以這是最大的不一樣 比如說你父親就是賊 然後我就是賊 當然不是這樣子的理論 所以你如果用這個愛滋病的比喻 很多人就會很了解 而且很輕易的可以了解這個道理 那最重要的他的誤導 就是希臘原文 因為是指前面的那一個趣事 原文是指死亡 那很多人會把他誤以為是亞當 就是喔亞當犯罪就是我 可是是指死亡 因為拉丁文他不了解是拉文的文法 因為拉丁文他不了解是拉文的文法 就是我剛才比喻說 你到特定的時間 你一定會把自己擺在首位 你要競爭 你要為了生存 所以你才會變得 會犯罪 因為犯罪的時候 你會變成一個立即主義 當然你沒有這種立即主義的時候 你背起十字架 那你就比較不容易 你就接近神 比較容易合一 所以這是因為死亡 不是因為亞當 因為是因為亞當導致了死亡 所以不是因為亞當的罪行 所以我的主婦他是一個殺人犯 我不是一個殺人犯 我不是一個殺人犯 如果我的父親有這個愛之病 我的血液 你就會感染這樣的疾病 那什麼時候呢 我們每天都看到 嘗試祈禮 這麼困難 對嗎 做不好的事 這麼簡單 所以當然 這個會團結下來 就好像 你的父親是一個賊 可能你沒有去偷的東西 可是你心裡又沉行一些遺傳 有一些貪念 或是其他的念頭 或是撒謊 其他的 所以我們現在會講到死了